征习大都督司马仪要亲自登上武章园到蜀汉大营探探虚实 这些日子司马仪的火也没少上 上次他不是派夏侯爸去了一趟吗 带着三千兵去骚扰一番 就是去骑骑红 看看诸葛亮到底是病倒了还是好着呢 如果要是病倒了蜀将必然不敢出征 如果要是有兵营敌 那就说明诸葛亮没病 夏侯爸去的挺快回来的也不慢 说是他开始一去呀 站在蜀汉迎门前骂了一顿阵 看那个样子啊 主帅诸葛亮啊 可能是病了 但是呢 突然间圆门大开 从里边杀出一顿大将 是为颜卫文长 把我给杀得大败 到现在啊 这位蜀汉的丞相诸葛亮 到底是病了还是怎么回事 谁也说不明白 你说这司马仪能不着急吗 根据自己的判断 就冲这个平静劲 蜀汉大营一直没来叫阵 说明诸葛亮是病 而且病得还不轻 很可能啊 这位汉丞相就归了天了 哎呀 司马仪一琢磨 可我是这么想这么判呢 万一要不是呢 那可怎么办 哎呀 把这位司马都督啊 给急得在这大战口这儿直打默默 想来想去呀 司马仪打这个主意 看来这事情要闹个水落石出 真正在蜀汉营中探出个虚实来 我得亲自去一趟了 对 他自言自语说出来 这时从旁边过了一个人 夏侯爸 都督您不能去探虚实啊 您是全军的主帅啊 怎么能轻易涉险呢 您叫我去吧 司马仪点点头 这嘱咐吓唬吧 我给你二十青旗 就带二十个人去 悄悄的给我去打探 一定要探个水落石出啊 看看这诸葛亮到底是病死了 还是在大营里边藏着呢 然后速报我之 绝不能失此战机呀 如果说诸葛亮要完了 我立刻出兵 让蜀汉人马一个也休想逃回汉中了 我杀他一个全军覆没 如果诸葛亮要是装兵啊 那我就得另答主意 我不能上他这个当 你速去速回 遵令 夏侯爸前脚一走 司马仪立刻整兵啊 把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全都叫到跟前来了 把人马呀就扶在营门前 只要是夏侯爸一打招呼 他们就来个一鹰而上 这司马仪安排的是可谓周密 这时候武藏园上的蜀汉大营已经开始撤兵了 杨仪和江维呀 按着专相林中的布置 把后队变前队 一营一营悄悄的游打这武藏园上边往下撤 还是按着专相林中吩咐的那样 在营中 特别是在武藏园这儿密布发丧啊 而且严密封锁成相归天的这个消息 杨仪守着兵符 走到费衣的跟前 闻了呀 你上前营去一趟 如此这般到前营告诉魏言 让他顿后 费衣把兵符接过来 骑马奔前营 上魏言大营来 魏言的前营设在哪啊 设在魏河南岸呢 就是现在的齐山县的高殿 过去这地方叫魏言城 这高殿呢 离武藏园呢 还有十来里路呢 所以费衣得骑马来 因为事情也很紧急啊 他来到了园门这儿一求见 有人报警大账 魏言一愣 呛的一下子站起来 魏言很紧张 怎么回事 天到这般时候 费衣费文伟亲自来到我的前营要见我 是不是丞相并威了 说我有请 阿曼来 我亲自去请 费衣 那在蜀汉国中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呀 魏言对他还是挺尊重 亲自来到大帐外迎接费衣 把他接进大帐 阿先生 费衣 吟业到此 有何贵干 请问 人呼噜 人呼噜呼噜都出去了 费衣这才告诉魏言 文昌将军 丞相 已经归天 啊 魏言呢 大瞪着两个眼睛 瞅着费衣 半天没说话 这时费衣 把兵符取出来了 往桌岸上一放 文昌将军 先有兵符在此 命您呢 领兵断后 如今 我军 已经 后队变前队 一营挨着一营的 撤下武藏元了 唯恐司马领兵追赶 请将军 赶快行动 魏言瞅了瞅这兵符 点了点头啊 哦 那么丞相既然死了 这道兵符是谁发出来的呢 魏言觉得奇怪 他往前一看身 啊 文昌先生 请问 丞相归天 现在何人在营中代理丞相的大事 哎呦 魏言这句话 把费衣给问得一愣 费衣没想到魏言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怎么回事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 你建着兵符就得行动啊 丞相归天了 如今是多紧张啊 我们人马往下撤 我们本想啊 是悄悄的 鸭目瞧动的 撤回汉中 可是人家曹魏营 让你撤不让你撤呀 现在是建在弦上 您作为一个大将 不按令而行 怎么问起来 营中何人代理丞相大事啊 你还不能不回答 费衣一想 那我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吧 啊 问长将军 丞相将大事托付了阳仪 把兵马授予了姜威 哦 我以言听得这会儿点了点头啊 喷 他用左手啊 紧紧抓住了他肋下宝剑的剑柄 右手一丝战裙 站着那儿 他闭着个嘴 瞪着个眼 半天没说话 借着灯光看就看 魏延额头上的青筋 蹦蹦直蹦 匪夷先生 丞相随往 我今尚在 那杨仪不过是以掌使 安能当此大任 杨仪是干什么的 他代理丞相的大事 他代理得了吗 密不发丧可以 因为这是丞相临终的安排 不过作为杨仪啊 他只能扶酒入川安葬 让他扶着丞相的灵酒啊 回成都下葬去吧 我为言要亲率大军大破司马仪 不战则已 一战必定成功 岂可能因丞相义人 而非国家大事 哎呦 非依一看糟了 看来呀 魏严 不受兵服 他不愿意断后 他要代理丞相的大事 而且还要领兵去打仗去 跟斯坂一开战 哎呀 非依有点着急了 心说那么一来 那不乱了套了吗 那人马怎么能撤回汉中啊 这是丞相临终之前的安排啊 丞相的安排 那是多么周密啊 想的太周到了 这张不能再打了 魏严怎么能这样 非依想说服他 一看魏严这个气势啊 说服不了 非依看了看桌案上的兵服啊 文昌将军 现在丞相一命在此啊 他临终前 叫我们 斩血退兵 我看 不可违背啊 嗯 哼 魏严听得里哼了一声 非依先生你哪里知道 丞相生前要依我魏严之计 进去长安九仪 早就把长安拿下来 我官拜前将军 争悉大将军南政侯啊 安肯与长使杨姨断后 杨姨不过是个长使 我呀南政侯 他让我给他断后 我就干了 不行 哎呀 这下非依可为难了 非依知道 这个魏严呢 和杨姨素有不睦 按现在的话说 俩人呢有矛盾 这矛盾呢 还冰冻三尺了呢 不是一日之寒 非依为什么难呢 你说这魏严要是一翻脸 回头跟杨姨再吵起来 杨姨说什么他也不听 他在领着他这些前哨人马 与司马仪大战一番 这不就全乱了吗 哎呀 心说我得劝军的 温昌将军 哎您暂且息怒 你看 称相新王 无论如何 您也不能和杨长使 反目啊 我言摆了摆手 我这不是什么反目 就是说他杨姨凭什么 他下兵服 让我断后 我不能这么做 哎呀 哎呀 想这么着得了 我先把魏严稳住 我回去跟杨姨商量商量 对 哎 文昌将军 哎 你看这样行不行 咱们现在先别吵 这样一吵啊 岂不被敌军耻笑 嗯 魏严点点头 这话倒是啊 要不这么办 您稍后片刻 等我回去的 我跟杨姨说一说 让他把代理丞相的大事 以及所有的兵服令剑 就是军权吧 哎 交给魏严将军 哎 您看怎么样 魏严一听 嗯 这还差不多 自己啊 稍微平了点气 好 文威先生 愿您速去速回 你去跟他说去吧 哦 文昌将军 回头见 说不送 匪夷出德前迎来 顺头上抹了一把汗 这可真是火上浇油啊 不但这魏严 不接受这兵服 而且啊 还差点反了 那他要领着兵去跟司马仪对垒 这叫什么事啊 这叫 啊 要不是自己劝说几句还指不定怎么的呢 所以飞仪大骂杨鞭跑回吴章园来到大营一见杨仪 把这经过这么一说 把兵服又交给杨仪了 杨仪点了点头啊 啊 文威 你多有辛苦了 这一招啊 我家丞相在生前早已料到 他说魏严鞠躬自傲 久后必反啊 丞相刚刚归天 魏严就不服军令 我给他送兵服 我就是要试探试探的 我早已经派江维将军断后了 文威 我们赶快缓缓离开大营吧 吴章元 蜀汉的军马 悄悄的撤下去 在那位魏严魏文长啊 给亮在那儿了 魏严还在大仗这儿等着呢 等着沸一的回花呢 魏严啊 现在也很闹心 他心想 啊 丞相归天了 把军船交给了江维江维 把丞相氏 全都托付给杨仪了 难道丞相一个字都没提过吗 这怎么回事呢 这事 我不应该叫废仪烧什么话 我应该领兵离开此处 直接找杨仪去问问 哎呀 那也不行啊 怎么自己是奉命 镇守前营啊 我随便满事乱跑呢 怎么能行呢 不跑 不跑 难道说 这整个的军务大权一切等向 就得听杨仪的吗 他比我呀差远了 他一会儿走出大仗里看看 一会儿回到大仗里坐坐 左等沸一也不来 右等也不来呀 这是怎么回事 哎 快来快来 你们把马带将军给我请来 把马带找来 他请马带到武藏园去探探虚实 他们在那干什么呢 马带领领啊 去了工夫不大回来 文昌将军 好 怎么样 杨仪在哪 实不相反 武藏园呢 大营之中所有的人马 已经都退走了 一带成奖 魏延急了 退走了 喷了一下 他把马带抓住 此话当真 哎 文昌将军 这什么时候 我怎么能跟你撑谎呢 啊 好皮肤啊 杨仪欺无太甚 马带将军 你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 马带上下打量了打量魏延 文昌将军 此话怎么讲 我要杀死皮肤杨仪啊 他不配李丞相大事 实不相瞒啊 现在在蜀汉国中文武群臣之内 要既成相大智者 只有我 为言为文昌 嗯 马带点了点头啊 那么您让我 助你一臂之力 就是帮着你 除掉杨仪 正是 哦 马带演出一拽 想了想 文昌将军 你想得对呀 这个杨仪这人呢 我早就看他心胸狭隘 容不得人 而且啊 他在丞相跟前说了些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这还不定怎么回事 谁知道 丞相归天的时候 是不是把代理丞相大事交给他了 因为咱们都没在丞相身边 文昌将军 你如不嫌弃 我愿助将军一臂之力 哎呀 为言一听 夸往侠语 附身给马带伸识一礼 多谢将军相助啊 今后不管什么样的富贵荣华 只要是由我为言的 我就分出一半 与你马带将军 温昌何出此言 咱们赶快走吧 言之有礼啊 我言立刻传令提兵啊 抄小鹿一定要赶到杨仪的前面去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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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营也撤了 这时候就在那武藏园源头下巴那儿 趴着二十一个人 谁啊 夏侯爸 带着那二十人趴在这武藏园底下 喝着耳朵 听啊 听武藏园上边有没有什么动静 他们一点一点的试着步来 往前一点一点摸一点一点探 探到了大营才探明呗 一人没有了 哎呦 夏侯爸像蝎子遮了一样蹭下的蹦起来 怎么了 赶快回复都督 他一口气跑到司马仪的跟前 骑兵都督 蜀汉营中上上下下 全军人马已经悄悄撤离了武藏园 哈 碰 司马仪把就把夏侯爸给抓住了 一带怎讲 回兵都督 熟汉军兵都撤走了 哎呀 嘿 司马仪撑了一下 狠狠跺了一脚啊 怎么了 他明白了 这么说是诸葛亮已经归天了 现在再也不能单格了 他立刻传令司马师和司马昭赶快率兵随劳夫 杀笨无障缘 等司马仪杀上源头来赠一看呢 蜀汉大营啊 一座一座的营寨全都空了 哎呦 司马仪在旁边把两个手摊开了 爹爹 咱们来晚了 看来 书军 已撤走多时 去吧 司马仪冲着儿子摆了摆手 没意思 别嚷嚷 他毛下腰来看了看 司马仪手服配件站在这会儿想了想 他又用鼻子嗅了嗅 看来呀 蜀汉军退走的时间不长 怎么知道的 方才司马仪不是学没了半天吗 他看那造饭的军造里边还有烟火呢 用鼻子这么一闻 生烟味还挺大 说明啊 蜀汉军是刚刚开过战畅 所以他说撤走时间不长 他立刻传令 让司马仪和司马昭都推后边的人马赶快杀过来 老夫我亲自 引一股精兵 前去追赶 夏侯爸和夏侯会怎么一听 哎呀 都都 您一个人带一艘人马去追 那不太危险了吗 我们跟你一块去吧 还不必啰嗦了 司马仪现在都急了 他要紧紧抓住眼前这个战机 他真怕蜀汉军啊 撤得干干净净 那他司马仪啊 这次挂帅西征到这儿又算是白来一趟 趁着敌军主帅刚刚上去 还不打他一个大胜仗 更待何时啊 司马仪眼睛都红了 他确认诸葛亮确实是归天了 现在蜀汉营中是群龙无首 你们想退啊 往哪儿退啊 哼啊 司马仪的兵啊 像潮水般的就追上来 他游打武藏员呢 中间这儿有一股小道 顺着那小道往下追 等他的人马到了下边一看 这儿感情是一刀大深沟啊 这深沟啊 直通协鱼关啊 司马仪就明白了 诸葛亮的人马要从协鱼关这地方撤走 撤进协鱼关准走包邪道 哼 你们插翅也休想飞走了 司马仪就啪啪啪 他把那大刀的刀杆轮圆了狠狠的 打他这马呀 他这战马昏龙这么一叫声的下子 就窜到前面来了 这可真称的其实一马当仙了 司马仪手下的这些军校也都来了精神了 个个明眉瞪眼 连喊带叫高举刀枪 随着他们的主帅往前追啊 嘿 追了不远的一段路啊 还真让他们给追上了 司马仪立刻传令 杀敌者立功升勤者有奖 给我往上追啊 绝不能让他们逃跑了 等着蜀汉君要一进协鱼关 那可就麻烦了 这可真追了个首尾相连啊 追的前面有一片大树林子 猛听树林子里边叨唠的一声爆响 嗯 司马仪大了个愣声 这怎么突然响了一炮 哦 他当时就明白了 不用问 这是蜀汉君呢 安排了一支人马在这儿 为了断后 今天你总有雄兵百万断后 老夫也要杀开一条血路 别管他 继续往前追啊 眼看接近这树林子了 你先吼 镇中间一个红月光 里边有两个斗大的大字 诸葛 啊 司马仪在安桥上 他的身躯这么一晃 这一杆旗子可有点太吓人了 哦 司马仪转念这么一想 明白了 蜀汉营中有能人呢 知道我司马仪紧追不舍 所以方才先想一炮 随后把诸葛亮的帅旗挑出来了 想震我一下 那管什么用 旗子还是那杆旗呀 但是诸葛亮已经不在人间了的 啪 把江绳这么一抖 大刀往空中一举 喊了这么一声 随我往林中杀 他刚要催马进树林子 这时候就听树林身处一阵战鼓声 随着这隆隆的鼓声 蜀汉军大喊一声 杀我 反其击鼓 杀回来了 就在这时啊 只见从树林身处推出一辆四轮车来 车上端坐一人 免容关玉 没分八彩 穆斯朗星虚然在胸前飘洒 身披荷掌 至于山关心 大红中一白袜云野 只听呵呵一阵冷笑 哈哈哈哈 种他 为何来迟 哎哟 司马依旧觉得自己这脑袋门子 咯 蹦的这么一下就开了 呲呲的往外冒凉气呀 呼一声 浑身的血都凝了 哎呀 原来孔明尚在呀 我侵入种地 有种其解 他的话音还没落呢 后边有人大叫一声 司马依 你又中了我家丞相的妙计 现有姜薇姜薄约在此 你身陷重为听我奉劝 赶快是下马 归降 还是下马依旧的 我一旦 是什么 我认识的